好几辆坦克大军压境 直接开上台北街头 上头还挂着中国五星旗 仔细看看周边店家 十拳排骨面跟永康牛肉面 都是繁体制 墙上更贴着2020蔡总统的竞选海报 找回自信点亮台湾 平常只会把众生亮出来 等大小小把力气亮出来 所有两把士气亮出来 将军落将把方才亮出来 亮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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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就亮出来 怕他在一种军备 亮出来 亮出来 听到军会把众生亮出来 等大小小把力气亮出来 所有两把士气亮出来 将军落将把方才 亮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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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亮出来 怕他们一军飞 亮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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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要武统台湾 中国要武统台湾 那么流岛不流人的主张 我想会一一呈现 那么就是看台湾人 要不要捍卫我们台湾价值 要不要捍卫台湾的民主成就 尽管只是模型 但也确实传达了中国武统派 不放过任何对台湾文攻武嚇的机会 不放动 不放动 对台湾的机会 很快 为了这种情况 要不要拒绝